好 最新消息马上来看到是台中线呢 潭子碧柳一项与中心路交叉路口的附近 有一辆呢是北上的1020车次自强号撞上了一位民众 那么导致民众当场死亡也造成了双向交通战时中断 我们立刻把时间交给徐一玲 好 主播各位观众 那么这起意外是发生下午两点多 他的画面你可以看到呢 现场已经拉起了封锁线 那么被火车撞上的女子躺在铁路旁边 已经完全没有生命迹象 那么根据了解呢 这整体事故是发生下午两点多 地点呢是在台中线潭子巷的碧柳一项 以及中心路的交叉路口的这个平交道 那么当时呢有一辆这个北上的1020车次的自强号 撞上了一名富人当场死亡 而且还造成了双向的交通战时中断 那么根据呢附近的这个目击者所法 是这名富人大约从外表判断大概是30多岁 但是身份呢还不确定 那么路旁还停放了一辆他的机车 那么究竟是不是闯进平交道才会发生意外 那么警方还要进一步的来厘清 以上就来自现场的最新情形 将时间交还给彭丽主播 好了谢谢伊林连线报导 究竟是什么原因呢造成这一起意外 我们稍后也会持续为您追踪报导